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包裹 那包裹呢是我在 回宜蘭之前就已經收到的包裹 所以他已經在我家放了一個月 我跟我老公說不准拆我的包裹 因為我喜歡自己拆 買東西就是 最享受的時刻 應該就是拆包裹吧 所以我就不准他拆我的包裹 好 那我現在就是 要來拆 從這個開始 它是一個透明的一個旋轉盒 我是打算把它買來放在冰箱用 你可以把很多的醬料罐放在上面 就很容易的 拿到你想要的醬料 這樣子 超級方便 就是一個收納的好工具 買之前我是有量一下 我們家冰箱的那個長度 這個其實不小 如果你們家冰箱不夠長的話 它可能放下去就是會 冰箱合不起來 所以就是要量一下 而且它很好轉耶 不錯不錯 滿意 我把全部貼紙都撕下來 它就是很簡單透明的這個樣子 下一個是 按壓的容器盒 我是打算買來放洗碗精 就是先把這個透明的打開 裝好你要裝的東西 你也可以拿來裝一些洗手錄什麼的 然後放進去 再這樣合起來 就是很有質感 淘寶上面有很多間 都是上面可能有寫字的 然後我就是不想要有寫字的 所以我就專門挑這個 完全就是透明的 看起來很簡單 又有質感 下一個是 兩個洗菜的盆子 我是買兩個想說 比如說你用粉紅色這個在洗的時候 洗完就可以放在這個上面 而且它很方便的是 就是你可以這樣倒水 你的菜就會留在上面 不會掉下來這樣 而且它顏色很可愛 我買了一個粉色 然後一個這個是 有一點 灰白灰白的顏色 也是很有質感 它這個可以拆下來 然後就可以單獨的使用它 接下來也是跟剛剛 那個 這個麗菜盆在同一間買的 我買了這個 這個盒子是裝水餃的盒子 很有質感對不對 連裝的水餃都一定要 很有質感 所以你可以裝兩層的水餃 可以疊起來 然後放到冷凍庫曲邊 它的開法就是從上面 像保鮮盒一樣 兩邊打開 它這個皮靶是皮的對不對 超級有質感 然後這樣你就可以放水餃 這個是 也是算備料碗 就譬如說你切了蔥花 你沒有用完 你可以放在裡面 然後拿去冰箱冰 辣椒啊 蒜頭之類的 這樣用轉開的 然後它裡面有這個 一個濾水的 我是會拿來放一些 譬如說用不完的蔥 用不完的辣椒 然後用不完的蒜頭 薑之類的 然後如果有水的話 它就會濾在下面 然後就很方便拿起來 然後把水倒掉這樣 蠻方便的 我買了三個 三個應該就夠用了啦 那我還買了很可愛的圍裙 它是有質感的粉色 然後這裡有口袋 你可以放那個 譬如說鏟子啊 然後這也可以放手機這樣 然後它是皮革的 所以它是防水的 然後裡面是有一點 絨布的材質 然後上面是依照你自己的 size去調整 它有三個 三個洞 然後上面這邊有一些英文字 這些好有質感喔 剛剛做起菜來 整個都優雅了 下一包 我買了一個這個 切披薩的 因為我現在就是非常常做菜 然後想說有機會可以來做個披薩 然後你就可以切 然後鏟子 這超大片 這個質感超好 你看就可以拿來撈水餃 就是撈一些水餃啊 或者是菜啊 你在煮水煮的時候 撈起來方便 然後我總共買了 這樣三隻 一隻湯匙 然後一隻這個是 玉子燒菜 看的心情就超好 顏色很可愛 它這個湯匙裡面有刻度 如果有需要刻度的人 就是這個湯匙 對你來說會蠻方便 不愛到不行 不愛到不行 接下來 又是有質感的東西 超級有質感的東西 這個是皮尺 皮尺 對 然後這樣收起來 我買了白色跟黃色 兩個都很漂亮 接下來是一個木頭的盒子 我要來裝我的化妝棉 因為我化妝棉 是習慣用五銀兩瓶一整包一個 然後我每次都是一整包一整包這樣 又開又關又開又關 然後它又有點佔空間 我想說就買一個盒子 來給它專屬的位置 它就是可以這樣關起來 然後裡面就可以放 化妝棉 很有質感的盒子 接下來是一個 也是超級實用的東西 保鮮磨盒 一般的保鮮磨盒 可能都是賣那種 就是你還是要用手這樣撕開的那種 但這算是切割器 你的扣子打開之後 保鮮磨放進來 就打開上面這一蓋 然後這樣 用這個滑的 軌道的方式 就可以把你的保鮮磨切開 下一個算是我超級期待的東西 就是一個超級可愛的 鍋子 它是正方形的鍋子 很可愛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立馬就是想要買它 然後上面的蓋子還是 這個是木頭的 超級可愛的 喜歡到不行 接下來這一箱都是儲具類的 依依給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這個網子 這個網子質感超好 它整個硬到不行 兩個架子很方便 你在水煮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這兩個鉤子 它就會掉下去 那如果你有兩個鉤子 你可以架著 這樣架著 燙東西的時候 超級方便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不鏽鋼的噴子 它的用途其實很多 就是看你要怎麼用 然後它下面是 這種矽膠材質 就是可以直滑 你可以放在桌上 然後就不用墊抹布 然後還有把手這樣固著 比如說打蛋啊 就超級方便了 看起來也是 質感很好的一個盆子 接下來又是 保鮮盒類型 兩個不鏽鋼的保鮮盒 因為它上面這個蓋子啊 就是 合不緊 所以我又加夠了 這個 塑膠蓋 這個比較合得緊 這個盒子就是 完全可以拿來裝 鹽肉 熟食 就是一些肉類 接下來買了一個 涼杯 我買的是裡面 有顆度的涼杯 這裡 然後旁邊這邊有 小小的凹槽 所以你在倒水的時候 就是很方便 我喜歡這種設計的 這樣 接下來 又是鏟子 到底有多愛買鏟子 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是 不買可以嗎 這麼漂亮的鏟子 然後尤其是這個 它是斜肩鏟 這看起來 煮菜就超級方便 有沒有 大家買矽膠鏟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看 它的耐熱溫度到哪 像我一定都會買 可能耐熱是220度以上 如果你耐熱只有100度 那你在煮菜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危險 這個好像230 耐熱到230 還是250 然後它的長度 我覺得很適合女生 接下來是 這個是 備料盤 這個超級方便 它這個大小就是 超級棒 就是夠大 你可以拿來裝 各種你要備料的東西 然後它還附一個這個 比如說你要炸蝦 炸魚 炸肉 放在上面濾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這樣上桌 也是很有質感 然後它有附這個 蓋子也是平常可以拿來當保鮮盒 無敵可愛的鍋子 這鍋子呢 我是打算拿來做 素食品用的 你看 這個呢 可愛到不行 上面也是木頭的 然後它是點點風 好可愛 然後它的大小就很剛好 就是 做素食品之外 你也可以拿來燙一些 一人份的東西 比如說可能燙青菜啊 水餃啊 這樣就很方便 好可愛 好喜歡喔 胖胖圓圓的 超可愛 接下來這一盒 它的包裝也 太 就是給你裝的 超級 蜜蜂 蜜蜂 也是我期待的東西耶 它是醬料盒 應該蠻多人有在淘寶上面看到這一種醬料盒 這個最讓我喜歡的一個點是它後面多了這個 多了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很重要的好處 你多了這個把手 你在放醬料的時候 你是可以這樣放 這樣放 拿出來 然後這樣 打開 就是方便超多 因為我看 大部分的都 沒有後面這個小圓 把手 它其實這樣三個 根本就放不下來 超級 擠的 上面就可以 放在上面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把三個放在上面 下面放別的東西 接下來也是 陶瓷的罐子 有沒有漂亮 我擺了三個 大中小 小號 中號 你可以拿來裝超級多 各式各樣 咖啡粉 茶葉 糖 冰糖 什麼你都可以裝 大中 小 很有 質感 這是刀架 你可以把它掛在牆壁上 刀子可以吸上去 一般看到的應該都是 不鏽鋼材質 但是我覺得木頭的 很有質感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用 因為我們家現在廚房就是 之後會改裝 等改裝完之後再用 等用了再拍給大家看 它有附一些螺絲 就是你可以釘在牆壁上這樣 這種東西最好還是盯緊 因為你上面放的是菜刀 因為你上面放的是菜刀 如果掉下來 可能就是不妙 所以還是直接把它上起來 會比較安全 另外一個是這個置物櫃 我是要放在衣櫥裡面的 它就是可以這樣兩個疊起來 然後裡面還可以放衣服 它這邊鎖起來 你就打不開了 你一定要按 打開 然後我是有量一下尺寸 我有量深度跟寬度 所以我買了兩個尺寸 這是第一個尺寸 這是第二個尺寸 這樣子 我是打算放怎樣 四個都放一起 很方便 而且它質感很好 這是一個桌墊 因為我看我們家的那個桌墊 實在是不順眼很久 實在是有夠給它醜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桌墊 超大張 我等一下直接鋪在下面給大家看 因為它真的太大了 我現在無法把它展示出來 它鋪上去會是防水的 很適合放在蠶櫥上 然後它顏色就是這樣淺色細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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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